每日铃铛我要听 每日铃铛每天听 神的话语在我心 要纯迹在我心 要纯迹在我心 Amen 你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 你被圣灵充满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 回应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就是我要表达的是 圣灵充满对你来说 在你的生活当中造成了什么影响 或者改变了什么 今天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跟第四章 第四章的十九 十八到十九节 他这样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贝鲁的德释棒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神的灵也就是那圣灵 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他用高来高摩我们 那呢 前面的高 他用高 高是前面是指圣灵 是一个名词 后面的高呢 是动词 讲到圣灵的高摩 所以圣灵来高摩我们 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那个贫穷的人 指的并不是指财富 讲到的是心灵 心灵上贫穷的人 灵理上贫穷的人 所以呢 我今天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想到的是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现在 我过去这个经文我比较想到 我被你神的灵充满 我要去帮助什么样 那我今天比较想带着大家是回头来想 圣灵在我的身上 我有没有这些好的情况反应 也就是圣灵在我的身上 我里面还有没有再继续的贫穷 我心灵里面还有没有继续的贫穷 还是我开始富足了 神的灵在我的身上 是不是有累积的 是不是使我的心灵越来越富足 还是我仍然在贫穷的里面 另外呢 被掳的得失法 圣灵在充满在我的身上 我还有没有继续使 那个仇敌掳掠掠我的东西 要得失法 我不再被狭制了 我不再被捆绑了 因为主耶稣的灵在我身上 同样的瞎眼的得看见 我更能够明白神的心 我不再常常搞不清楚 神在做什么 我能够更多的明白 神在我身上的心意 神在我身上的作为 神要我做什么 所以你的心灵的眼睛 是被打开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的灵里是被打开的 同样的压制的要得自由 我的里面 我的身体 我的心灵 有没有受压制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圣灵充满何等的重要 何等的重要 我会鼓励家人们 每一天可以的话 更多的敬拜 更多的祷告 让神的灵充满你 使你里面那个心灵的贫穷 还有能受压制的 甚至被掳的 能够得到释放 能够得到自由 能够丰盛 然后呢 你就可以宣告 神悦纳人的喜点 在你的身上是大有功效的 你因着认识神 因着常常被圣灵充满 被神的灵充满 你整个人生命是不一样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 有主在我的里面 我完全的不一样 我不再被罪恶捆绑 我不再被恐惧压制 我是已经得到自由了 我是每天 我可以宣告神的喜年 在我的身上 神的喜年 在我的身上 阿们 阿们 所以家人们记得 每一天 你要提醒自己 我今天我要常常 我要一直的在圣灵里面 我要一直的在神的里面 我不让我自己的 不让这些捆绑的事情 不让这些压抑的事情 一直的在我身上 我要神的自由 我要神的喜乐 我要神的释放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享 愿神祝福你 拜拜